在清邁不玩水, 一樣動靜嘉儀, 很多東西做 清邁最受歡迎的民創村 有小店,cafe, 藝郎, workshop 等等 貨品全部都是本地設計, 價錢亦很親民 走到累, 還可以喝咖啡和聽Live表演 不少cafe都有寵物, 還可以玩貓 這間泰菜餐廳有25年歷史 主打重口味的泰北菜 之前只是在市場開熟食店 幾年前才有壽間自家的實體店 燒豬腩肉要加上特製的南加辣椒醬汁一起吃 肉質半肥瘦, 剛剛好 口感, 味道有點像軟身的辣肉 野味又夠辣, 還有很強勁的香料味 將大薯菠蘿煮爛, 再加蔥花, 辣椒等等 口感像炆軟的豬肉 除了蟹膏, 還有蛋黃, 味道爆 除了糖食, 還有多份手信可以買回家 辣椒醬, 炸五花肉, 泰北香腸, 滋腸等等 十二元港元起就有交易, 好抵買呀 泰北香腸是位於薇旺國家公園入面 由起點開始, 九成都是平路 路程又短, 熟超簡單的路線 其實走去Fertrug的路程 不是很長的, 400米左右 但如果你很累的話, 都可以去床延庭坐下來休息一下 連拍照也不用30分鐘便到了 拍丘的形成是山丘經過風雨侵蝕後 形成陡峭的山壁 好像屏風一樣 石柱還有些像法皇的巴特龍神殿的石柱 面積不算大, 近距離望也挺特別的 謝謝大家